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乔治桑这个人自己是非常精彩的 在差不多十年前的时候 是他的诞辰两百周年纪念 说起来蛮长的时间了 法国就把那一年定为乔治桑年 所以可以说法国政府 这是一个很高度的一种敬礼 对于历史人物 但是也显示乔治桑他自己的地位 不管在文化史上 在他所从事的工作发挥的影响上头 都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人 那乔治桑这个名字 当然听起来完全像一个男人的名字 George Sand 而且George在英文名字里头 也是非常常见的 所以如果光是看这个名字 一定以为是一个男的 确实乔治桑是一个当时他用的一个笔名 而且是特意的用了一个男人的笔名 我们知道在文学史上 有很多人 他的笔名是比本名要来得出名很多的 甚至于提起他的本名是没人知道的 说到笔名了 大家才说原来是他 比如说像马克吐温就是笔名 写《顽童流浪记》 Tom Sawyer 这个幽默作家 马克吐温 马克吐温就是一个笔名 那么像写这个Alice in the Wonderland 就是爱丽丝梦游奇境 那这个作者呢 Louise Carroll也是一个笔名 但是他们毕竟都是男性的作家 就用看起来就知道是男性的笔名 可是很多女作家却用了男性的笔名 那这个呢 确实是非常的特别 其他像大家也许也知道的一本名著叫《简爱》 那简爱的作者 Charlotte Bronte 其实她也是用笔名 写这本 现在已经成为这种传世经典的 简爱这本小说了 其实她的本名已经写了很久 为什么忽然要换一个名字来写一本书呢 她觉得说写作对于她来讲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可是呢 继续以女性的身份来写作的话 她得不到一个严肃的对待 觉得她只是玩一玩而已 可是她知道自己的历史定位的 她要用一个名字让大家认真的来看待 那她的妹妹就是写《咆哮山庄》的作者 也是在当时用了笔名 当代有没有呢 也有的 很多人也许看过一个电影叫《梅刚成故事》 《梅刚成故事》是非常好的一个电影 也是认为是当代电影史上的一个经典 那她的作者 这个Harper Lee Harper Lee看起来也是一个男人的名字 其实Harper Lee 她前面还有一个比较女性的 真正是女性的名字 叫Nell N-E-L-L-E 但是她把那个女性的名字拿掉了 就直接用Harper Lee 看起来完全是一个男人的名字 Harper Lee现在还在 年纪非常非常大 大概九十几岁了 还有大家更熟悉的是 写Harper Lee的作者 大家知道她是罗琳 Rolling Rolling本来的名字是Joanna Joanna大概我们会叫乔安娜 或者是乔安娜 但是她并不用这个名字 她也没真的改她的名字 她就只用一个缩写 然后再加一个本来没有的 另外一个缩写字母 叫J.K.Rolling 所以大家都知道 Harry Potter是J.K.Rolling写的 假如没有机会 实际上去知道这个背景 或者是了解作者究竟是谁 那大概第一个认定 都是这是一个男的作家写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也有人在问说 为什么名字要这样子 这是当时因为Rolling 以前根本就没有写过什么书 他忽然写出这样一本书来的时候 出版商在考虑出版 他们先想到的是 读者能不能接受 觉得说这个书最多的读者 应该是青少年 青少年大概不太愿意接受说 是一个妈妈在那里写 这样一本书给他们 所以就用了看不出性别的一个名字 所以名字真的是蛮有趣的 它反映了说 究竟当一个作者 或者说出版的这个厂商 他们在考虑到读者怎么样看待 或者市场的接受度的时候 那往往跟他的性别 或者是这个名字 是不是朗朗上口 往往有很大的关系 那至于这个乔治桑 他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这跟他开始写作的那个时代 当然很有关系 在那个时间点 事实上很少人会很严肃地来看待 一个女性的写作 可是乔治桑 当然是不能满足于那样子的 一种对待的 所以他希望换了一个名字 那么他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公正的 同时即使知道了 也晓得他从中是显示 某一种抗议的姿态 那他其实有一段话 也很能够表达他的一个个性 他说 我不求取任何人的支持 不管是替我去杀人 还是为我采一束花 还是帮我叫的一篇稿子 还是陪我去剧场看戏 假如想看戏 我就像一个男人一样自己走去 如果想得到一束花 我用我自己的脚爬上阿尔卑斯山去踩 所以这个话真的是讲得非常的坑坑有力 距离他的时间呢 已经一百多年了 乔治桑当时的这种姿态 其实我们放在今天 还是觉得好像打响了一个雷声一样 今天的许多女性主义的拥护者 虽然活在一个远远开放宽容的一个世界 但是未必有一百多年前的 乔治桑那么样的独立的一种意志 那这也就难怪在跟他的同时代 另外一位很有名的诗人 Elizabeth Browning 柏朗宁夫人 她是英国的诗人 Browning呢 在当时就写过一首诗 是献给乔治桑的 题目是一个期盼 A desire 这首诗里头她就预言说 乔治桑呢 会享有一个无暇的名声 他会超有个很多 对他的这种责备责难购骂 尚与天使同列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推崇 是已经自己非常有名的诗人 隔着印发海峡 对于乔治桑的一个推崇 那这个时候呢 乔治桑多大呢 她四十岁 也就是我刚刚说 这个Browning夫人 写这首献给她的诗的时候 乔治桑四十岁 四十岁 当然不算年轻 可是也不算老 可是如果我们看 四十岁的乔治桑 已经经过什么样的人生 那她的前半生就可以说 真的是很不寻常 乔治桑结婚非常的早 十七岁的时候 她因为叛逆 就嫁给一个 比她年长非常多的 一个贵族男爵 她跟这位男爵 生了两个孩子 九年后 她把这两个孩子 带了离家出走 就去了巴黎 那到巴黎之后呢 她又闹了好几段情史 当然她也是一个 长得非常好看 有吸引力的 应该也不能说是很漂亮 但是呢 很有个性 使得很多人 很容易受到她的 这种魅力的吸引 她跟一个小说家 叫三豆同居 小说家当时 也是相当地有名 后来呢 跟一个更有名的 一个诗人 Jan Muset 又辅了一段 非常激情的恋曲 这两段 已经就够文学史 忙一阵子的了 这段恋情 一直到1999年的时候 还又拍成电影 是法国的 一个大家 也很熟悉的明星 叫朱丽叶·毕诺许 饰演乔治桑 那当然我们更加知道的 就是她跟钢琴家 萧邦 他们有十年的情史 这时候 四十岁的乔治桑呢 正是她跟萧邦 这段感情 走到了一个尾声的时候 所以我们看看 她前面这四十年 多么精彩 丰富多次 可是 整个来讲 乔治桑 离开她的第一次的婚姻 到巴黎 她就开始用这个笔名 这个Sand 乔治当然是一个男人的名字 念起来是S-A-N-D 我们用英文来念的话 那么这个Sand 就是跟她当时 正在热恋的 这位小说家 桑豆的名字的前半截 她用了它 所以也算是 对那段感情的一个纪念 那这时候呢 乔治桑就用这个笔名 为法国到现在 还是很有名的一个报纸 《非加洛报》 来写文章 她也给别的杂志 也写文章 所以乔治桑的文体 或者是她写作的类别 是很丰富的 不单单是文学的创作 她也写很多 这种政治的议论 写专栏等等 那这时候她也开始穿男装 她抽雪茄 骑马 这些呢 都跟她改一个男性的名字一样 是拒绝社会习俗跟规范 所嫁给女性的限制的一种表示 虽然乔治桑是这么样 多姿多彩的一个人 她的创作 甚至于她的一个政治参与 她多方面的才能 事实上是使她成为 在她的时代 非常耀眼 非常受瞩目的一个人 但是后世谈到她的人 最有兴趣的 很可能是她跟肖邦 长达十年的恋情 那十年当然对很多的伴侣来讲 未必是很长 但是就乔治桑 包括她的婚姻在内 都没有超过十年 所以肖邦呢 算是很长的了 可是这样的一段恋情 在她的同时代 其实是很不被看好的 或者说是遭到很多的责难购骂的 很多人觉得是 非常的柔弱 有才 有才是说有才气 才情非常高的 这位钢琴家 简直好像被恶魔给勾引了一样 那是因为她的时代 对于乔治桑 这么特立独行的一个人 其实是不太能够宽容的 所以就很多的责备 就会跟着来 那肖邦也确实 她又多病 她又才华非常的高 她又长得非常的鲜秀 所以确实很难跟 George Sand的乔治桑这样的一个女人放在一起 而且她还比较年轻 乔治桑是1804年生的 而肖邦呢是1810年生的 他们差了六岁 所以是一个姐弟恋 但是越到近代 对他们的关系就越友善 当然也是因为 越到近代 我们对于两性之间 很多可能的一些情况 或者他们的感情 都越来越宽容 在比较晚近的一个研究当中 就觉得说 Chopin就是这个肖邦 她其实受惠于乔治桑的 可能是非常的多的 因为她的创作力最旺盛的阶段 其实就是她跟乔治桑 谈恋爱的这段时期 还有就是在她病重的时候 那么也是乔治桑 把她接到乡下去养病 而且呢 照顾她 让她逐渐的康复 所以这些都是 我想乔治桑 她实在是一个母性很强 虽然她个性也很强 但个性发挥在各种的层面 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层面 就是她的母性 对于这样一个比她年少 可是她又付出了 非常强烈的感情的 一位艺术家小邦 她真的是一个呵护者 一个督导者 恐怕也是一个创作灵感的 一个很重要的来源 有一个故事 讲到肖邦的一个作品 我们通常给她一个 比较好记的一个标题 叫Raindrops 雨滴 雨滴传说呢 就是有一天 乔治桑不在 外面下着雨 而肖邦非常的想念她 这时候呢 她就做了这样一首曲子 非常好听 待会儿休息的时候呢 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 这首《雨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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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邦的一个作品叫Randrops 雨滴 今天下半段的文学四季 我们谈谈乔治桑 刚刚说到 这时候起码抽雪茄穿男装 这样的乔治桑 在十八世纪的法国 当然是非常的惊世骇俗 引来各种的责备购骂 这也是所以 伯朗宁夫人写给她这首诗 会说 你终究会超越过 这些对你的责难 你的名声会跟天使同列 可是这时候 在巴黎 乔治桑 真的是展开她的精彩的人生 在1832年的时候 乔治桑这一年是28岁 她出版了她的第一本小说 小说的名字叫Indiana 有点像美国的一个州的名字 叫Indiana 那么Indiana 其实是这个小说的女主人 女主角 她也是非常的叛逆 但是她在她的生命当中 一直在寻求她的一个真爱 这本书出来之后 大获成功 就帮乔治桑可以说 打下来一个成名的道路了 那之后她的著作 就源源不断 一直到她七十几岁过世 她终其一生 一直有作品出现 而且是各类的作品 她在法国受欢迎的程度 在那个时候常常被拿来 和同一个时代 在英国的Dekens 就是狄庚斯 我们知道写双城记 的这个Dekens来相比 但是如果以数量来说 乔治桑的作品 那个量是更多的 一直到她七十二岁过世 她出版了七十多部的小说 二十四个剧本 还有大量有关政治社会的评书 书信集达到二十五卷 这当然是后人帮她编辑之后 二十五卷收了将近四万封的 非常丰富 我们知道那时候还不是电脑打字 不是写一个yes 也一封信就出去了 一定是好好的用手写出来的信 那这样的信呢 也有一些会丢了 有一些会删掉了 可是呢 流传下来的书信集呢 还有四万多封 所以可以看出来 这个人的这种时间呢 多么善用 做了那么多的事情 而且还留下这么多的书信 那一般来讲 文学的史家会把 George Sand的写作生涯 分成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呢 都是对抗社会偏见 尤其是对女性的偏见 的爱情小说 充满了激情跟理想 我想我们刚刚提到的第一本 Indiana也是这样的小说 那第二时期呢 他受到法国共和失败的一个冲击 那他是一个第三共和的拥护者 这时候他发表了很多 非常犀利的政治评论 还创办过一份报纸 来鼓吹革命 革命失败了 拿破仑三世在1852年称帝了 乔治桑非常的失望 他就决定要退营 他隐居到法国中部的一个小城 叫Noang 那边的都是种田的人 他就跟这些农夫为伍 这时候他继续写作 而且呢 很多都是歌颂这些农民 还有呢 就是观察自然的作品 他在50岁的时候 1854年 出版了一个长篇的自传 我们看起来有点早 不过在那个时代的人 他们的平均寿命不是很长 所以这时候呢 他觉得他已经开始来整理 自己的前面的人生了 所以他就写了我的一生 这样的一个自传 可是即使是隐居了 即使是觉得自己的生命 已经在做回顾了 他因为已经是名满天下 所以他隐居之地的 这个Noang这个地方呢 也变成了民事们都不断地要去 拜会他的地方 像钢琴家李斯特啦 画家德拉库尔啦 小说家巴尔扎克啦 佐拉啦 弗罗拜啦 那么这些我们在后世 听起来真的是名声的如雷贯耳的 这些呢 都是到那个小城 常常去拜访他的人 在十一年前 法国把那一年定为 乔治桑年的时候 那法国的文化部呢 也归纳他的财情 说乔治桑 喜欢艺术也关注自然 他几乎打破了各种 学科领域的界线 他不但钻研音乐 绘画 园艺 矿石 还搜集地方的歌谣 风土习俗 在Noang 他并且还创设了一个 偶戏的剧团 又擅长缝衣服 做果酱 骑马设计 我们一看这个 这是法国文化部 给他做的一个归纳 可以看出来 乔治桑简直是无所不能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 他是非常的跨界 没有一个单一的领域 能够涵盖这个人的 而且他还完成了 那么多的作品 可以说真是一个 财情洋溢 精力充沛的一个女子 可是近一二十年来 他得到西方世界 更广泛的注意 这个主要还是他 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 特立独行的这种人格特质 不过我们回头看 也要说 在相当激烈的 这种女性主义之外 我们发现他其实同时 是一个母性非常强的 一个女人 不管是对情人 像Musey 像肖邦 还是对他周围 这些朴实的农民 甚至于他晚年 维持长期 而且密切的 通信关系的小说家 弗洛贝 就是弗洛贝 他和他们的关系 都不是一个强悍的女性 而是一个非常温暖 非常呵护的一个母亲 所以弗洛那个地方的居民 当时还曾经给他一个封号 叫弗洛的慈母 那这样子一种综合的特质 我想恐怕也就是他的医生 能够像一块磁铁一样 不断地吸引很多的 才子民事 围绕在他的周围 即使在退隐的时候 那么这些很朴实的农民 也是同样把他当作 好像自己的慈母一样 这真的是一位非常特别 也是非常有创作活力 而且持续地在发挥 他的影响力的 一位200年前的女性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在这儿结束 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黄碧端 下礼拜同一时间 欢迎准时收听 文学四季节目 谢谢 文学四季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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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